本來就是饒舌歌手 雖然不紅 但是看到有人diss你 很想要diss back 這樣 可是我覺得做創作者 這兩件事情是抵觸的啦 所以我很感謝那些私底下 鼓勵我 然後幫我加油的觀眾 謝謝你們 甚至說願意給錢的啦 那是最好的啦 現在其實流量都在 那個瘦子身上嘛對不對 反而他是個中國節目 但是流量都在瘦子身上 我是真的很想要一個一個 做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大家都出瘦子的影片了 就是我說有在做嘻哈相關的 但我還沒出 就不符合你知道 像蓋不是好事啊 他又長得不帥 你在叮我是不是 像蓋不是好事啊 人家現在賺這麼多錢 跟他長得像有什麼用 我寧願不要跟他長得像 然後跟他有一樣多錢 嘿 講那些 好啦好啦邊看啦邊看 派科特我會很想看喔 他真的是弄很久的人 而且他沒有不接受新的事物 他的flow啊還有歌詞的內容啊 有時候都會深深的震撼到我 即使說可能一樣是中文 但是語言上面有一點隔閡 但是他有的歌詞 真的會深深的震撼到 哎呦 怎麼這麼厲害啦 哎呦 厲害 所以我很期待他 但是 我想跟大家說 派科特我覺得表現最好的 我說節目上喔 我們不要說私底下 和他其他民間的歌這樣子 派科特他表現的最好的 節目表現啊 是在說唱聽我的 不是在愛奇藝這邊 大淵的歌詞啊 我們 這不要說未看先猜啦 以我的理解 大淵的歌詞 書派科特 應該沒有 50部也有100部啊 我說以歌詞內容來講的話 因為大淵的詞寫得很爛 我不是不支持台灣人 我也不是只支持台灣人吧 這個完全是非常公正的一句話 如果要比歌詞內容的話 派科特聞名的 幫大家回憶一下 他最厲害的就是 呀呀呀呀 這是大淵最厲害的地方 賞音厲害了 西域風啊 雖然我剛剛說 派科特的詞一定比他好 比大淵好 但他這個押韻的方式啊 就是 的跟了啊 的這個押韻的方式啊 跟大淵很像 的跟了啊 因為大淵很喜歡用的的押韻 哎 這個 我們看了這第三集 以來啊 我第一個聽到 Scratch加在裡面了 大家有細細聽的話 就會發現 他剛有加了Scratch進去 這個曲風我蠻喜歡的 但是這個風格 沒有太大的定義說 他是Old School啊 New School啊 或說特別什麼風格 因為他有加了Scratch進去 就會讓你有一種 比較純粹的原始感 不過目前看到的詞啊 押韻當然一如既往啊 就是他的押韻當然就不會爛 這段B很棒耶 他加了那個類似木琴的聲音 你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音色加的很漂亮 你們注意聽他唱的那一段 就這一段 這段副歌的地方啊 他用的一個非常細節的東西 就是用他Background的聲音啊 我說那個類似木琴的聲音啊 那個東西做Layback 他現場唱的拍子是準的哦 但是後面那個 登登登登登登 你注意聽哦 登登登登 他用那個音色做了一個Layback 很酷 C Walk啦 之前有看Reaction就知道 他跳的這個就是C Walk 配合他那個音色 因為那個音色在Old School裡面會出現 這個Old School的舞步呢 就是C Walk 代表幫派的符號 Crip 所以他跳的舞步裡面 不管是醬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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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 全部都是一個C 這個叫C Walk 他是誰 他忽然叫舞群來唱歌 還蠻酷的 對不起 他是誰 還是他是剛剛那個DJ 蠻驚訝的 蠻驚艷的 蠻驚艷的 忽然叫舞群就唱幾歌了 就是他吧 所以他剛剛比了一個這個的手勢嘛 呃 你們看到 他他應該就是魚頭吧 我猜啦 剛剛唱一句那個就是魚頭吧 他比了一個這個手勢嘛 Vesco 配合他剛剛 這個音色C Walk的舞步 這首歌 像制服一樣 做的很一致 我覺得 很棒 嗯 我覺得很棒 關於這一點啦 後面怎麼樣不知道 準不準 那個時候 在看大西亞的時候就有跟大家講過啦 1 for the money 2 for the show 嗯 就是是 因為這個歌詞太經典了 常常被 sample在 饒舌歌裡面 他現在要做的也是這件事情 我就說這首歌跟制服一樣嘛 穩穩的 old school 欸 厲害厲害厲害 他後面這個必有轉換嘛 又是用新的東西 你 綜合性真的是很高啦 可是不知道好不好聽 聽聽看 除了表現快嘴 然後 歌詞當然就會比較簡單 重複這麼多次啊 就讓你 把這首歌的記憶點更加深 因為前面 雖然用old school的東西 但記憶點可能沒這麼深 那 大家可能反而會記住這一段 第一個是 因為他逼片很快 拍子變比較碎 你就會跟著遙動 然後看他講什麼 加上他又重複了兩三次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段的巧思 算加得還不錯 這一個東西 這個巧思太厲害了 我以我的理解啦 我幫大家註記一下 註解一下這一段 這個東西跟他現場 他不是弄了一个DJ在后面吗 这个在DJ技巧里面 是其中一种DJ技巧 就是我用了这一段 然后我这一段继续 我再加一段 然后把两个MIX起来 我没有想到歌可以这样做 这段非常有创意 好不好听其次 但是这段非常有创意 就是在DJ机器里面 反正比如说你拨到这一段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我把这一个Bar截取起来 Sample起来之后 我就可以一直reloop这段节奏 他这个做法意思是一样 我先唱 跟上我的创意造起来 然后我让他一直循环 然后我再加其他的东西进去 他这个其实是用DJ技巧 把它放在歌里面 我觉得非常有创意 很少听过歌这样子做 这点非常厉害 是不是 他是不是用DJ的技巧 这一个现在的DJ机台 比较难用得出来 就是调速度这样子啦 但是以前他们的还是黑胶的黑胶的部分啊 他们就可以自己控制节奏 然后也可以自己控制快慢这样子 就是比较原始的那种做法啦 那当然他刚做的那个 他就是把节奏慢慢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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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这样子 很厉害他做old school 他就是用老学校的东西在做新的音乐 但他没有忘记那些基本的技巧 这光是制作这一点我非常的佩服 他用了很多DJ的技巧 也用了old school的舞步 Seawalk 然后用了old school的Flow 然后加了新的东西 这厉害真的厉害 这个真的是有点傻了啦 他的编排 他的编排就有点让我 让我傻掉了 哦哦老师哥可以这样做 好算你很 算你厉害 编排的部分我是真的给很高的评价 这次的歌词比较没有深刻到 让你觉得说 哦好厉害 哇讲得真好 哇演之有物这样子 但是整首歌听起来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歌 他处于old school跟new school 融合的交叉点 厉害 我在这边证明 他不是个烂节目 他还是有带了一些知识 然后带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给人家 是第一集 他们的编排烂透了 让人家觉得这是个烂节目 后面我觉得他有配回来 选错人了啦 我也很想稍微私心支持一下台湾人 选错人了啦 因为线下的歌 中国的歌手线下的歌 我听的绝对没有台湾的多 台湾的线下我听的比较多 大渊不管现场 然后或说线下的 或说他们出来的歌 完整的作品 MV版 真的要比实力 而且他要端种东西出来 要赢他 有点难 真的有点难 嘿嘿嘿 嘿嘿 还好我刚好问你们吃饭了没 看到这个肚子好饿喔 这首歌我有听过啦 我老实跟大家讲 这首歌其实我忘记在哪一次直播了 reaction我没剪出来 观众问我 然后我有说 他们三个那个时候单独出专辑啊 我其实比较喜欢的是小春的两首 因为寿子那张专辑 上一张里面歌啊 十首里面有八首好听 这首是很厉害的 这样子是很厉害的 大渊自己出的这一张啊 这首歌我只听了两次吧 第一次想说 蛤 会听到说他用哒哒哒哒哒哒 想要听一下 然后第二次听 我真的有点听不下去 这是我的实话 大概是这样子 又找了这么多胖子来啊 这是传说中的飞男帮 最烫的火都在为你烫 我觉得这段的 Vocal让我不是很舒服 嗯 都必须胖胖的 出门在外这样才是像样的 我讲的准不准 我讲我不知道他要唱这首歌 我刚刚说 派克特前面有没有 他前面的verse的时候啊 因为大渊很爱压厄运 不是这个节目里面而已哦 包含他们合体唱的歌 完同他们三个一起唱的歌 他很爱压厄运 因为厄运很好压 什么什么了 什么什么的 我讲绝对是真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考究一下 考古一下他的歌词里面 都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压那个运 超废 双压就算了 还只压了跟的那种单压 我觉得超废 有没有骗你 老板女儿 就是他都压厄运 这首歌我没有偏见啦 我自己是不喜欢 但是如果他们比起来的话 刚刚那个光创意就赢很多了 欸那胖子还会跳舞耶 好凶哦 你们有发 嘿嘿嘿 这个很认真耶 他们刚刚旁边找来 这个啊 我以为只是陪吃火锅而已 他们还会跳舞耶 现在妈的要来当个灵眼 很难混啊 陪吃火锅就算了还要跳舞 靠好难混哦 我觉得大渊啊 他就是 这是他们单飞之后出的专辑嘛 他这首歌没有利用到他的优势 他的优势是什么 再跟大家说一次 呀呀呀呀 他没有利用到他的优势 因为他虽然低音好听 但是他这整首歌他都完全在一个比较lowkey不是低调 比较比较low的 不是低级哦 比较低的一个音域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他这首歌里面就加一些 让人家小腾小腾的东西的话 会显得不这么无聊 诶 他们不是后制的吗 他为什么会吃字啊 他刚吃字耶 对他可能去那边才再录一次嘛 就后制上去 可是他 why 哇靠这也太厉害了吧 后制但 诶 这个是专业配音员的工作你们知道吗 就是有一些配音员比如说他们配三级片的时候 比如说以前我们常常看香港的三级片嘛 香港三级片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是一绝的 那他可能会配成国语嘛 对不对 啊他们在配音的时候就是要配合线 好像很投入这样子 那我觉得他们的技巧又更上一层楼了 除了押韵 flow 通过审查 然后事后配音还有配音员的功力 就是你要看你明明就没有被插 但是你还是要叫 就好像很爽这样子 这个就厉害了 细节啊 大家注意一下细节细节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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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们不做太多评价啦 因为这首歌我本身就没有很喜欢 然后现场表演刚刚 我们如果真的以现场来讲 假设这首歌我也第一次听的话 他刚刚快嘴的部分 那以现场来讲的话 他刚刚吃字嘛 刚刚那首他的币有变化 用了很多巧思在里面 是让人家听得出来的 包含舞蹈 他也有跳舞嘛 因为刚刚有人已经 就是假老 就说 哎呦网路上就有说结果是怎么样啊 反正这种事情不能验证嘛 你们觉得我看过就看过 没看过就没看过 第一次看 第二次看 第八次看 或说我已经去看过的话 如果我要这样做的话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最后一次哦 如果我要为了流量这样做的话 故意卖关子的话 我绝对先出瘦子的影片 我的 我现在youtube做这个的点击率 就不会只有那么少 所以刚刚他们两个这样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派克特一定赢 嗯